現在我們要來把這個擴充工具把它裝起來 那擴充工具會在哪裡? 擴充工具會在你剛剛OneNote頁面的下面 但是老師要注意一下 擴充工具 如果你是行動裝置沒辦法用 就是只能用在電腦端 所以如果你是用平板的 抱歉 暫時不行 手機端也不行 就是以電腦為主 那你可以有 COME的 也有SUFFERY的 那目前它以前有FIREFAST 但是FIREFAST那個目前停用了 好所以 就是 您可以 打開之後 那我這裡有一個連結可以連過去 如果你不想從這邊連結也沒關係 其實您看我們OneNote的任一個頁面 您把它捲到最下面 有沒有發現下面就有所謂的擴充工具 對不對 您從這裡安裝就好了 因為 您現在大部分應該都是用Chrome 那如果是微軟的新的那個H瀏覽器 也可以 因為它本身也是Chrome瀏覽器 對對對新的H也可以 所以您從這邊按下去 好 那我就跟各位同步一下 有沒有加到Chrome 右上角這裡有加到Chrome 好 新增 他會問你這個問題 新增 那我們就新增下去 您會發現右上角這邊 有沒有多了一顆 多了一顆 有沒有 多了一顆 那我建議老師 因為現在Chrome瀏覽器 待會我會把這個收起來 就是因為 有些時候很多人會裝很多擴充工具 這其實太多了 是不是有點佔空間 所以你看當我關掉的時候 有沒有自動收起來 有沒有發現剛剛增加不見了 那你可以把它叫出來 點到這個 像拼圖那一個 按下去 有沒有發現旁邊有一個圖釘 把它釘住 這個時候它就會跑出來 這樣您了解了 所以加入之後 它預設會收起來 您就點旁邊這個 把它釘起來 那這樣它就不會 收在裡面 這樣我們待會在使用的時候 比較方便 那麼 加了這個擴充工具到底有什麼好用的地方 它有兩個 很主要的功能 第一個 第一個 你可以把教材 透過 瀏覽器 直接加入到OneNote裡面去 我剛講的邊看邊找 邊看邊加入教材 第二個就是老師剛剛 需要的那個功能 叫做手寫筆記 好手寫筆記 所以我們馬上先來看看 來 回到這邊 您回到您的YouTube YouTube 您再來看一下 您想要找什麼影片 好 您自己找找看 好我這次來找 剛剛有羽毛球 現在來找找籃球 這是奧運沒有籃球 然後呢 假設你要這段對不對 我把它按下去 OK 請找到上面 我已經進到這段影片了 OK 我不用再進彎弄 從上面這裡 點到這個圖 剛擴充工具那個圖 按下去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他問你 請問你現在這個分頁要加進去 還是我目前所有打開的通告一起加進去 這樣是不是 你邊看 影片 我就邊動作了 哪有再回到OneNote 這樣不是很麻煩嗎 所以你看我按一下 加入現在的分頁 那你就可以自己決定 因為現在老師 我這邊是不是只有一個課程 你就只能從這邊選 然後呢 你的主題 有沒有列出來的 你要放在籃球 羽毛球 還是排球 自己決定 再來右手邊 這裡 有沒有 他都抓到了 他是個影片 那 儲存單元這個沒關係 但是呢 右手邊 他還有兩個 你是 只要單純儲存 還是說 連發布都順便幫你做的 你記不記得我們剛剛有講到 你有異動的時候 不是要按右上角紅色那個發布嗎 如果你連這種動作都想要偷懶 請按紅色 那麼你就不用再回去做一次發布 那如果是按藍色的那個話 那表示 對你在學習的時候還看不到那個教材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 就是說老師你可能覺得 這個我可以參考但是 也許還不 不至於 馬上變成我馬上用的教材 或者你還沒有整理好 類似像這樣 好那我就先 直接就左臀跟發布好了 OK 好那我們馬上回來這邊看喔 看一下我們的1號 這裡 來 我先 回到 我們的這裡 現在有沒有看到 來重新整理一下 看看籃球裡面有沒有多了一個 我原本裡面三個 現在有沒有四個 這邊就自動進來了 那當然如果你有需要決定 就是這段影片 因為它比較長 一個多小時 你要決定它的播放的起氣點 這個還是要在裡面看 還是要需要在 1號裡面來做調整 所以 我們剛剛看網頁這一段 它就是幫你把影片 播放清單都可以直接 壓進來 這樣你要感受到 用擴充工具的方便性 OK 好 那這一個 功能現在大家就OK囉 那第二個功能 我們要看剛剛老師需要的 是不是要做 就是所謂的 手寫的筆記 手寫的筆記 好 來看一下 一樣的 因為我剛剛改它的播放時間 所以我就發布一下 OK 現在 你可以照剛剛一樣的方式 把這個課程首頁打開 好課程首頁 你可以打開 然後會到這裡來 對不對 會到這邊 好那我這裡重新整理一下 因為影片的 這個內容已經不一樣了 好往下走往下走 我現在假設要看這個 我就按下去 好這裡關掉 好確定 它有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從我剛剛指定的時間點播 那如果我覺得 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這個 我們有一些戰術需要做說明 來老師看一下 我們剛剛 上面不是有比較熟一些筆記嗎 在沒有安裝擴充工具的時候 你按是沒有用的 現在裝完了 這裡可以按 它會自動把這個畫面拍下 來我們來試看看 這個畫面沒有重新整理 等我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好 播放 OK 收一些筆記 有沒有 所以如果老師您剛剛有遇到 就是說你怎麼沒有安裝 你把畫面重新整理一下 讓它確認說 知道你的 擴充工具已經裝完了 這裡是不是有這個 我先把畫面縮小一點 像這樣子 好 那您就可以在這個上面 用你的筆 可是因為現在我的畫面稍微比較小一點 會有點擋到 你可以把這個稍微 看一下 這裡 有沒有可以收起來 來 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齒輪有看到嗎 如果你覺得剛剛那個畫面會擋到你 因為這裡你有工具可以選 你可以打字啦 有沒有 有畫圈圈 方形的 那顏色可以自己挑 我在右上角 這個地方 這樣是不是先收起來 收起來你的空間比較大了 那您就可以在這裡 把您需要的說明 是不是可以弄進來 那麼如果沒有問題 好了我已經做好了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 好像紙飛機的那個圖 這個就是送出 我們來看一下 按下去之後 會有什麼不一樣 好確定 有沒有發現 筆記變成是這一種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除了你在這裡看 如果我現在時間已經看到後面了 同學我們複習一下 剛剛還有一個跟這個類似情況的 按下去 有沒有 這裡有跳出來 而且重點是 時間 有沒有繼續回到19分 40秒 這樣如果老師要馬上replay 是不是那個動作就可以馬上 看了 雖然我們現在沒有陰眼 但是 您可以利用這個方式整理起來 那 這個呢 筆記 不管是文字的筆記 或是我們剛剛所看到的叫熟寫筆記 可以有幾個 沒有限制 就看您需要多少個 需要多少個 你就自己把重點加進來 他就可以像這樣 比如說如果在這邊 我還需要另外一個 好再按一下 熟寫筆記 一樣的右上角這裡把它收一下 好我們看一下 這個同學 這邊 他跑位有什麼地方要注意的 好沒有問題的 就把這個地方送出 好有沒有兩個 那你也可以從這邊上一個 下一個 我們都可以很輕鬆的 點到他 時間點就回到那個時間點 而且你的筆記還會跳出來 關掉 點他一下 那你就可以看到 時間點就是回到剛剛這裡 點到這裡 有沒有 跳出來了 下面就回到現在的這個 播放的時間點 好剛好都在差不多的位置 製造 對不對 我們這樣的話 其實 老師在做這種 影片 體育影片的這種說明就會變得非常方便 OK 等於說這一塊就變成你的學習歷程 像這個的話 他可不可以藉著 就是剛才的那個影片 但他的輸入筆記 他有沒有可能到螢幕上 或者說我們 到螢幕上 你說直接把他 投到螢幕上 把他投到這裡來 因為你打開他的時候 你看 打開他的時候有沒有就看到 他就跳出來了 只是他是圖片不是影片 對 是圖片不是影片 對 那我是說他 他假如說我上面筆記寫字的話 他會不會到你那個裡面 字 字就只有顯示 如果你是在上面寫字 一樣會寫進去 等於說字 我們馬上試一下 等於字就是 圖片的一部分 你看我按手寫筆記 如果你是寫字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文字 那我就可以在這邊 你的字的大小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子 然後 不夠大 空間不夠大 是不是可以拉開 只是字的大小 字的大小 是在這邊決定的 像這樣 對 那這樣我了解了 他可不可以在 後製的時候 也可以這樣子做 後製的時候 就是說我要給學生 再發布 再去看這些影片 他可不可以 我在後面再加 在後面 現在是現場 對 沒有應該是這個是說 您在 平常自己在看影片的時候 就要 先加進去了 先後製 對對對 學生看到的 其實 應該說 學生 是跟著你 老師的 螢幕在看 這個是老師自己看的 像 像我的話 比如說 我上課的時候 會把影片先弄 弄出來 前十分鐘 他們就要看影片 對 讓他印象更深刻 那我要說明的時候 是不是說他也可以加進去 也可以用手選的方式 讓他更了解 那事後我俗存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再 貢製 可以再做 再發布到我的 那 老師的問題會 牽涉要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 萬後這邊 沒有要他的群組 就是班級的功能 不像 就大家進去看 所以您的影片 您是YouTube影片 應該是公佈在 Trank class上面 對 那同學看他自己的 但是呢 老師 等於說 您給 給同學看十分鐘 那現在回來之後 老師看影片的時候 您就是用萬後來看 也就是說呢 您平常 自己在準備這個教材的時候 其實您的右手邊這一塊 您已經怎麼樣 是不是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撥到哪邊的時候 撥到哪邊 你看同學我們剛剛看哪一段 因為老師從上面可以看得到時間 我點到這一段 我看一下 文字剛剛那個 然後沒有進去 點到他 好比如說這個 那點到這裡的時候 那同學就會看到 老師您 就是 要給他看的重點在哪裡 就變成不是同學自己畫 因為那一塊的話 變成 您需要有班級經營 的那個功能 其實這塊事實上在 OneNote裡面 是可以做得到 只是 我們希望說老師 不要讓同學又加入另外一個平台去 這樣也許有些同學會困擾 到底老師我的作業我平常要用在哪裡 嘿嘿嘿 當然因為其實我平常是有用這樣子用 我平常就除了學校 我都會帶同學 到 這一邊來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我有那麼多的 所謂的群組 因為我都把同學帶到這邊來用 我平常上課也是為主 就是 曹宏老師你的 想法是不是 你可以後製完以後的影片讓同學看 你的剛才的意思是不是 是 我已經有後製了 已經到YouTube了 那我就說 我放的時候 用這個軟體的話 它可不可以 就是說我當場 如果我忽略的地方 或是要讓它加強的地方 我可不可以當場去 劃除這些東西的動作 或者說 我可不可以 當然它這個功能很好 因為它有時間 最後它可以把這個影像 途遍 就到 運動裡面 他就 他就 教授在示範 做工作 有些軟體的軟體 教授在示範 這樣的話 我可以 做這個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當場去修正 這個講解 這樣 因為我們增加學習 增加學生的影像 對 在上課 可以 只是說 又變成這一段 因為其實老師自己在看的時候 就等於說你現在 如果 現在我們在看的階段 那就變成 你自己在 像我剛剛一樣 就加上熟一些筆記 去做 重點說明 這樣子 對 只是 因為 這個內容 它會繼續幫你留著 所以你下次看的時候 這個 筆記還會在 它不會不見 所以如果 以老師現在的需求 你想要上課的時候 就順便做說明 對不對 然後順便記下來 那你變成 舊的這些 你要把它先清掉 變成你要把舊的這裡 我們旁邊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個垃圾桶 這裡有垃圾桶 等於 老師這堂課上完了 那我這一段影片 我沒有要再 下次來的時候 我希望又是空白了 讓老師上課的時候 直接講 直接記下來 那你就先把這個 把它做一個清除 對對對 如果老師你想要留著的話 就變成就是 以後這個東西 就不用重複再畫 我就直接點開 你看 重點就在這裡 或不是 現場再畫一次這樣子 因為通常畫比較沒問題 大部分比較有問題 是打字的速度 也就是說如果老師要做文字說明的時候 通常那個就變成說你的 打字 需要再 快一點 不然的話就 那邊會花比較多時間 好 這樣老師還OK嗎 所以你看我們 OneNote 擴充工具 就這兩個功能 有沒有很好用 你邊看 我就可以邊收集教材 然後又可以 很輕鬆的 把那個 就是 我們的講解說明 不管是文字的 還是圖片字的 就可以加進來 OK OK